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各个方面 不论是复杂的大型战斗 或者是对骑行的把握 以及大局观 还有一些布局上的一些可以说创造性的招法 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它非常高的水平 这对局也都是相当的精彩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九局 这些还是欣慰 讲这个棋 我们不需要介绍对局双方是谁 对局的双方都只有一方 挂脚 脱退 脱退定势在阿尔法围棋的棋谱里面出现的频率是 应该可以说是所有的定势当中是最高的 粘上 它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这几盘棋谱里面啊 飞机总是既不保留 它不保留这个粘 也不也不从从来没有选择过虎的下方 它总是粘掉 然后 白棋跳之后呢 一起挂脚 白棋硬的话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布局 这盘棋 白棋选择的是加工 加工 更积极一些 双飞燕 这布局进行到现在呢 比起阿尔法狗的有些对局的话 这盘棋下到现在的下方更像是比较传统的人类的布局 靠压 如果靠压在这一面的话 当黑棋走出来以后 可能这个子反倒觉得压力比较大 所以白棋靠压那边 拖 拖这个也是就是说人类棋所喜欢的一个招法 白的如果挖粘呢 黑棋就虎 走成这样 黑棋上边的棋型很舒服 已经 上边已经很强了 下一步白棋拿这个黑子也不 如果来照的话这里还留有段 大致是这样顶 但这个子也还有活动余地 并没有就完全的死掉 将来斑打先手 拆拆一 白棋要吃住它也 几乎是吃不住的 所以白棋这里能 能成多少空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阿尔法也并没有选择挖 而是斑角 键上 键上 截住 这个冲断呢 因为黑棋自己有这个断点 所以现在是不能冲断的 黑棋拆一 如果黑的在这一带拆 被白棋罩住 那这白棋的效率还是相当充分的 本身这边的结构就 就非常舒服 而且还加工了黑棋这三个子 所以黑的当然是要把这个子给拽出来 下一步一飞或者拖断 哪怕就简单一飞 黑棋都连上 白棋就无趣了 顶住 不让黑棋度过 跳 跳这个棋型呢 比长更有弹性 长呢有一点凝重的感觉 白棋这个 这个阶是先手 必要的时候 紧急情况 白棋甚至可以断完立下 然后中间有先手 粘又是先手 那么这一带走过来的话 显然黑棋跳一个 逃得快一些 这里白棋搬的话 黑棋总是这个棋型总是挡住的 全都给你挡住 打结 黑棋这结呢 相对来说也负担不是那么重 所以黑的也不怕 白棋跳这个 黑棋呢 把上面的种种借用都给消除了 本身这被白棋加工 黑棋也很难过 黑棋加强自己 同时瞄着冲断 这地方让白棋补的话 白棋挺难受的 不知道怎么补 这个冲断 如果你这样走 凑黑棋一虎 这个黑棋整个棋型 眼型非常丰富 白的还没补干净 这还有挖打 依然有点 有点问题 所以补起来很难受 白的索性就不补了 从这边跳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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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现在如果冲的话 反正 应该是 白棋现在再烤 白的再烤过来 这样黑棋如果挖断 白的吃 白的吃 这个黑的所得也有限 那么黑棋如果淘这边 白棋再顺势在这一带出来 这一带走出来 那么两边黑棋 都是很重的负担 所以白棋跳这个 要争取主动 而黑棋呢也不愿意 就这么跟着白棋走 跟着白棋走很容易就陷入一个 被白棋两边缠绕攻击的这种状态 两块棋很难同时都处理好 黑的反刺 反刺一下 白棋如果接上的话 一来是将来被冲断的时候 这连成四个一个棍子可能会重一点 二来呢 黑棋比如说靠这边 多几个字以后刺一下 再封锁白棋 把白棋封锁进去就容易了 刺到对于黑棋来说总是有好处的 那白棋呢不肯轻易的跟着对方走 照在这儿 既有围攻这块的意思 一一一的对那块也有压力 将来再走的话 这块黑棋出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个时候黑棋如果冲过来 按照正常普通的思路 我刺你敢脱线我冲过来 如果黑棋冲过来的话 可能白棋 猜测白棋也许就把这边 把这边黑棋给杀干净 这白棋一小间呢 这边还是火棋 黑棋还得再继续补 那么白棋脱线 脱线占其他大厂 形成一种转换 黑棋 黑棋接下来的下方 应该说比冲这个还更加的紧凑 点在这儿 问问白棋的态度 如果白棋往上走呢 黑的很舒服 这也搬度过 白棋如果这样下 这边已经吃得很小 这吃了也没长几木棋 还留下一些味道 黑棋再冲过来应该是 甚至黑棋直接进攻白棋 有这样的可能性 白的压这个黑棋总好 那么白的如果立的话 这棋心也感觉很松软的感觉 这个力到这儿 黑棋这边做活的可能性已经大增了 那么白棋也是非常硬的非常紧凑 搬在这里 搬在这儿 给黑棋的压力就不一样 黑棋还是要挡住 白棋能挖打 这个是必须挡住的 白棋提掉 黑棋现在 没有特别严厉的劫材 冲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部棋了 找劫的话 像这一类的肯定都不是劫材 没有劫材 所以黑的也只有冲 而白棋当然也不敢开 白棋开完以后 白棋也没有劫材 所以白的只能接上 黑棋再接上 白的这一间是可以活的 但是如果你这样活的话 如果这样活的话被黑棋先走成后势了 这个攻手逆转 黑棋这块已经有个拆二的话 黑棋这块活起来也是 应该说是比较轻松的事情 简单贴一贴 可以怎么样 双方都活的话 黑的会 黑的更厚一些 黑棋更主动 所以 白棋选择了 就不要 直接吃掉 打拔 打拔的话 可能是考虑到这边 拔完之后这边更厚了 否则的话 白棋现在 杀这块黑棋 杀这块黑棋 他应该是担心黑棋把这个连上 把这个连上的白棋的脚也已经活不了 尖顶的话 黑棋点了爬 脚活不了了 将来黑棋在这一带走的时候 白棋很难 一路立先手 一路肩先手 各种作眼的这种可能性 白棋很难把它杀干净 所以打拔 把自己走得厚一点 然后再飞照 这样杀黑棋这块能杀得干净一些 好 那么形成一个转换 这棋下成这个样子之后 形成一个转换 大致上来讲 白棋这块空肯定比黑棋那个要大 但是黑棋毕竟这边占有两个脚 毕竟白棋有偏于一方的感觉 整个棋盘上就只有这一块 而黑棋除了这一大块之外 还有两个脚 黑棋的发展潜力应该是更大一些 那么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下边也很大 下边白棋这有一个外式 这扩张过来也很大 上边也很大 上边黑棋这个后式 如果被白棋在这一带走棋的话 也是被削减了不少 那么我们看到这时候 阿尔法维奇他选择的是 他不是在下边守 而是小黑手上面 他是这样做出了一个这样的选择 那么应该是 可能是基于就是说 下边白棋即使走过来 这地方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唯空 而黑棋守上边的话 上边黑棋更容易成空 更实际更扎实一些 所以他选择了上面守脚 白棋挂 白棋挂 黑的二间高架 实际上加的意图就是限制白棋这边 不让这边为大空 现在如果再使出招牌式的小飞的话 是不太恰当 白棋飞回来这一块 以及他往中复的潜力 这个太可观了 所以黑棋选择二间高架 白的呢 尖冲 白的也使出了阿尔法擅长的 特别喜欢采用的你的小飞脚 我就尖冲 黑棋脱线 我先照这个 可能黑棋认为 你这样挂脚被我小飞 我已经有所得了 本来的话你可能是要这样挂脚 因为这更让白棋偏到厚的一边去 冲 好 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靠一下 靠一下 白的如果冲的话 黑的断 如果你退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靠出来 显然这包围圈已经被突破了 断点太多抵挡不住 如果你吃 那么黑棋是不是 如果针字有力的话 还能 现在跑不了 白棋那个字引针 那么黑棋挖打 如果提的话 黑棋还可以继续纠缠打上来 没完没了 接上的话 黑棋正挖下去 这个味道很奇怪 白棋恐怕已经很难 很难杀住黑棋 挡的话这被冲下来 黑棋种种借用很可能就活掉 如果走这个再退 那 显然断点太多 这一段一吃要吃死 这个打吃先手 这黑棋一跑 嗯 外边味道 极具恶化 靠 白棋呢是外半 外半 一起靠一下之后 再把这个搬住 嗯 白棋一段 黑棋一段 这个 互相试探 也 也 没看懂具体的 就是说这两边的 到底有 多强的关联性 那有一种互相试探 应手的感觉 哎 断这个呢 白棋是 虎吃的 白棋选择的是虎吃 虎吃的话呢 将来黑棋 翻打 然后再 靠这个 嗯 就这样有有这种突围的手段 你如果冲的话 我一记 你这冲不过来 我已经突围了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我也横冲 挡不住了 挡背冲 双打吃了 退 也同样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冲是先手 这一冲 这有 有这个有漆 有双打吃 黑棋还可以先长 先长也是先手 这个包围圈 漏掉 所以虎吃的话 黑棋留下了 打完靠这种 出逃的手段 当然这边情况紧急 啊 黑棋如果出逃这边损失也是 非常的大 白棋八朵花呢 黑棋已经付出代价了 而如果想要吃的干净一点 吃这个的话呢 黑棋挖吃 你不能提 提背为常 这要冲 这要逃 只能沾上 冲 白棋只能断 那么 沾上是先手 真子不利不能逃的话 就外边打一打 黑棋外边有一点借用 外边有一点借用 可以堪称黑棋外边卷了一圈 有点先手便宜的感觉 黑棋是个硬手 白棋选择了胡打在这里 黑棋在这边情况紧急 先退回来 白棋如果在这儿在走棋 落一后手的话 被黑棋打完一靠 把那块逃掉 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白棋也是拔干净 提掉 白棋又在这儿花了一手棋 当然它非常的厚 但是从这个 从这个速度上来说 白棋就慢了一步 因为黑的这个试探应手 还是有效果的 如果你不试探的话 白棋这时候是打下来的 打下来不管你是包吃也好 包吃的话 白棋可能可能要断 或者你淘这个也好 如果你淘的话 白棋打下来 然后这样 扳住 不知道扳住还是拐 总之白的如果这边下厚了 你再来这个靠的话 肯定是死的 如果白棋特别厚的情况下 黑棋这么靠的话 甚至说不定白棋杀在外边 黑棋直接就厚手死 所以说黑棋这个靠段的实际把握的还是 从这个结果看来 黑棋靠段的实际把握的是相当到位 让你在这又画了一首棋 白棋步调慢了一首 然后黑棋把这首棋 腾出来 这边黑棋先动手 那不一样 黑棋抱在这儿 这个非常的厚 在这个靠段的实际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么白棋挡下去 黑的贴 白棋是一分头 这一挡一分头 也挺有意思的 一般我们的感觉 要么这边确实是非常大 黑棋拆过来 价值非常大 那么一般我们的感觉 单分头 你如果贴这个的话 白棋清零的出逃 既然挡了黑棋贴的话 通常的感觉是长这个 当然现在如果长的话 这边被黑棋先占了 白棋应该是不乐怪 它是一挡一分头 等于黑棋贴这个的时候 白棋是往下贴的 有点怪怪的 走得这么重 但是呢 你可能稍微想一下就觉得它还是挺有道理 我已经分头了 你再搬过来 我就老老实实 只要不死 能做活就行 白的一活的话 黑棋车走了再后 你总不至于把这个子杀掉 白棋飞的再后 白棋这个也是 闪闪发光的一部棋 绝好的位置 所以黑棋在这搬过来意义也不大 那也就是说 黑棋如果这么贴的话 白棋挡下去也是很强的一手 实际上黑棋也没有选择搬头 而是在这边架工 它期待你单关逃出来 然后我在这一带在 这就是左右两边在纠缠你 白棋靠压 处理枯齐的时候 这种贴身的靠压这一类的手段 是我们经常使用 不管黑棋搬也好 或者黑棋冷静的退 那么我靠到一个总是便宜的 最起码我可以走得快一点 逃得快一点 黑的也不肯轻易的退 反扳过来 反扳过来 这时候白棋当然不能 这样的棋是不能下的 这边黑棋搬过 这白棋一团鱼形 这就太糟糕了 搬这个的话呢 黑棋不知道它会选择搬还是利 很有可能是利 白的也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下什么 这个后续手段也比较困难 白的如果是接住的话 本身是鱼形 被黑棋搬过 如果你顽强地立在这儿 有没有可能招来杀生之祸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白棋 它整块白棋只有一个盐 搞不好真的就这样被杀掉 好 这黑棋现在搬这个头 把它反扳 反扳 黑棋如果挡住的话 如果挡住白棋 一种可能性是虎 你再走这个的话 我又打下去沾上 这个跟刚才也不一样了 另外一种可能的白棋就沾上 黑的再挖就不一样了 白棋可以断这个 这样的话双打吃了 接这个的话这有一跑 你没法挖 没法挖你长的话呢 总之白棋火棋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哪怕我如果搬不行的话我沾上 由于这边有断点的话 沾你腿我拐出来 这黑棋也强杀不了白棋 所以搬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它抓住了黑棋形状的可利用的地方 黑的呢没有挡 而是单长 单长 白棋也不沾 白棋以活棋为目的 搬这个 然后再虎 黑的反正已经厚了 白棋能就地做活的话 总比去出淘一块枯棋 要对于白棋来说要好的多 所以搬虎这个选择应该总是对的 你如果不能吃在这 吃在这的话它有跑的问题 吃在这那就不像样了 被白棋一般摆得活得太舒服 所以当然是从这个 毫无疑问的 摆得爬 在黑棋那么厚的地方 白棋就这两个箍子 能够在脚上活成这样的 应该是白棋一个能够满意的结果 毕竟抢了一手巨大的这个分头 这地方白棋能活成这样还是挺 只顾成功了 单机上 单机上呢 黑棋不会再补 黑棋一定是会抢这个大厂的 白棋如果强行要抢先手的话 断打一下 再沾 这个黑棋就不得不补 但是这个先手抢的也很亏损 本来黑棋一手棋补肯定补不了那么好 白棋送死一个字还是挺亏损的 像这种地方我们很难判断清楚 白棋是应该抢先手 抢这个拆二的要点呢 还是应该去 就这么冷静的站影 那么阿尔法选择的是单站 他的选择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的 这也很难讲 虽然我们下不过他 但是他离维棋之神肯定还是非常遥远 对 单腿不给对方借用 那么白棋吃掉 吃掉 吃掉 黑的打一下 这个不打始终不舒服 一定是打上去才有紧凑的感觉 白棋当然逃出来 逃出来 黑棋继续追击 搬这个 白的沾上 白的开截应该也没有把握 白棋也没有特别多的截材 这个截对于白棋来说负担也是相当重 可以去补一手 在这也不能轻举妄动 什么冲断之类的话 那肯定是对白棋来说来得正好 种种借用 哪怕加一个 这要断 这要吃 黑棋肯定是一步棋把自己补干净 虎一个是本心 贴 冲 打吃 站住 白棋靠 好 这个 整个从白棋挡了分头开始 就是 可以说 白棋在 在进行一个制孤的表演 那么 那么这盘棋 我们可以看到这盘棋的前半盘 还是双方杀的相当精彩 各种的转换 以及适应手的时机 这都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 那么在进入中盘战之后呢 这个白棋的制孤的手段 白棋这种 利用对方一丝一丝一丝好可以利用的棋心的弱点来制孤的手段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白棋怎么样来治理这块固棋 靠在这里 它不是直接去补这个毛病 直接去补这个毛病 你 裸一个后手 中斧被黑棋攻过来 找不到什么借用的话呢 这白棋不死也会非常的苦 靠在这 要瞄着这个断点 这黑棋不能被断掉 那么 黑的当然也不肯就这么沾上 如果就这样沾上的话 白棋是顶在这里补 那下面打吃利先手 这样的话 眼形显然比你这么沾一个要丰富的多 黑棋搬这个 白棋一反搬 这就是借镜 借到了利 如果黑棋断的被蒸掉了 沾这个的话被先手一断 再把这个沾上 白棋很舒服 所以黑棋吃掉 白棋一打吃 顺手就把这个沾上 黑棋如果跟着再硬 不管你是接也好 提也好 跟着再硬 白棋先手虎一下 现在轮到白棋在外边走 等于先手就把这个断点给补上 借着黑棋已经这么厚的地方 白棋靠上去 还是能借到利 这就是直固的要诀 一定要借到对方的利来走 黑棋不肯落后手 还是从正面进攻过来 白棋电磁 如果单提 他可能担心被黑棋虎在这 眼味上 这个提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先刺一下 再提 可以 这样的话 将来要做眼就 就容易了 即使你打吃在这 我打吃先手 挡在这的话 白棋也还是有做眼的空间 提我街上 这地方有一个打结的眼位 黑的再走 被白棋先手便宜了 所以黑棋从外边攻 黑棋 还在冲 白棋冲 冲了之后 黑棋是 没有马上在这边行动 是尖在这 问白棋应手 这块棋活肯定是活不了 但是呢 它也要制造一些味道 争取 从外边有一些借用 白的贴是很厚的一步 很厚的一步 去黑棋搬一下 把其挡住 我们可以看到这地方 黑棋靠断之后 白棋拔了一朵花的鱼 飞了之后 又补了一手 黑棋还在这折腾 还要在这寻求 寻求便宜 寻求味道 这个 吃掉一块其振是不容易 好 飞 飞公 打车 立 白棋要做活 这一般就度过 黑棋吃的话就有个铺 所以黑棋顺手一度 白的力 白的力到之后呢 这块棋已经活掉了 但是呢 黑棋通过这个飞公 这里涨了一点 这度过了 拐是先手 这也都是 这些木树上的便宜 黑棋终于回到这一跳 这个非常大 这价值太大 如果 如果换个白子的话 这一下整个角 怎么看也有个 20多 将近30目 30目应该 有可能有 跳这个巨大 跳到这里 可以 白棋呢 飞一个 现在跳了这个之后 全盘剩下的大棋就 不多 大的地方不明显 白棋觉得 这块棋虽然活了 但是呢 如果白的不走的话 黑的 比如说这么挡一下 白棋得补活 不管 利的话 黑棋又来试探一下 你要确保活棋的话 黑棋这一系列都先手 把这个棺就先手给收了 让白棋费一个 瞄着将来贴一贴啊 这个藏出来啊 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嗯 这里出头的话 黑棋再走 再走这种棋就肯定厚手了 好 黑棋藏着 我们刚才说 黑棋这适应手 有它的目的 它现在藏在这儿 等会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几部棋的意图了 白棋得补 这有断 黑棋当然要补住了 靠住 往中附近 现在就现在这个局面来讲 也是价值很大的地方 黑的尖队 好 后续手段来了 白棋如果弯这个破眼的话呢 黑的一粘着 已经活掉了 已经活了 所以冲是绝对的破眼的要点 嗯 黑棋如果单沾上面的话 黑棋 冲是破眼的要点 然后黑棋挤 长的目的就是要挤在这儿 挤在这儿要断白棋 白的如果沾的话呢 黑棋虎进来 这块棋 白棋是净杀不了的 无法净杀黑棋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一跳进来是有眼的 跳进来脚上有眼 白的如果挡的话 黑的哪怕就走一个 这个 白棋这样下应该是净杀不了黑棋 黑棋哪怕就团上 团上 嗯 白棋打黑棋做截 然后做这个截 要做成打截杀 所以白棋不能轻易地沾这个 啊 白的是断一下啊 断一下先试探你硬手 你是沾在里面还是沾在外面 啊 这里你沾里面和沾外面有微妙的区别 沾外沾这儿的话呢 白棋将来虎先手 外面要好一些 黑棋实际选择了沾这个 白棋搬一下 如果沾在这儿 黑棋就更容易打住 啊 但是在这儿的话 黑棋打住这负担就重了 这截如果一旦打出 直接被吃掉 所以黑棋退 那白棋这个适应手 这一段实际也是恰恰恰好 啊 然后他是尖在这儿的 尖在这儿补你断我做眼 这样的话呢 这个子对黑棋的眼位 有压力 黑棋现在在虎 白棋是靠段来杀 靠段来杀 这样呢里面是吃得很干净 虎一个 小尖一个 小尖一个 白棋一路半 里面杀干净 嗯 再怎么做 做眼也没有用 就这个的话 我一扑再一打 黑棋呢 把气尝一尝 白棋点入 这地方不可以随手打吃 被一打 打 打而换一 它反而活了 点入 然后再沾上 黑的一段 好 黑棋走这一串 不是瞎折腾 不是白斐进去 一段 我们就可以看出黑棋的收获 而白棋刚才这一段 也显示出这个 它这个 次序拿捏的是相当到位 现在白棋有这个子 它是可以往里爬的 往里爬 爬掉黑棋两木棋 就跟你沾上被黑棋打的话 白插两木棋 这时候黑棋只能沾 黑的如果破这个眼的话 白棋就断出式线索 你得沾这个 那我 那就随意了 踢掉就行了 也就是说白棋利用这一段 它搬到爬到 这样的话呢 把下边能收的关子 都收着了 也就只有站 白棋借住 黑棋的收获就在于这一间地 这要扑死你 那么将来 将来黑棋从这里出来的话 这个可以断开白棋这两块 等于白棋这里欠一首棋 黑棋这一通折腾 它又让白棋这里欠了一首棋 这是很善于利用自己的死子来做文章 然后靠这个 现在如果挡的话是绝对后手 白棋贴一贴 拖先或者是走出去 而它靠这个 问你一下应手 如果白棋要确保局部进火 白棋当然可以先管一下 白棋如果要确保局部进火 你得做这个 那么目数上来说就要付出点代价 黑棋斑的时候白棋沾上 这局部只有五木棋 而白棋要想目数不亏 沾这个的话呢 局部黑棋一顶白棋是死棋 这样的话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 白棋有七木棋 白的多了两木 然后加上这个斑的味道 白棋是黑棋问一下应手 你如果失去了温应手的时机 将来白棋这块彻底走好了 它一步就大飞到这儿来了 靠在这儿 白棋拐一下之后 选择了要目数 不肯退让在这里 凭空先亏两木 黑棋选择这个 那么黑棋就封住白棋的理由了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封住一块彻底进火的棋 黑棋的价值就有限 贴 长 好 白棋这块呢 黑棋现在目前是不可能顶杀的 因为很简单 白棋这个 顶式先手 在这一团就活了 白棋长 也要 白棋这几个死子 它也要弄出点名堂来 黑棋选择的是外边贴 白棋拐 顶 拖 好 黑棋这边一通折腾 靠断 然后呢 小肩 长 给白棋折腾得很头大 如果是人类的话 会很头大 因为这个 明明吃掉的棋被他弄出那么多事情 嗯 嗯 机器的话 它反正总是很麻木的 只是在那算顺利 啊 但是白棋在这边也开始 开始报复了 扭断 好 扭断 这我断打完再打吃这个 所以呢 黑棋当然是吃这儿 然后白棋断打 这黑棋贴了顶的时候 它已经 已经是打算准备包打 如果接这个的话 白棋拐出去 这个黑棋要 要想把这四子强行杀掉 应该是不太容易 包打 提 接住 好 现在横着冲一下 这个正是好时机 啊 黑棋呢 不能打 打的话 被白棋打吃 打吃这个线索一做 做了一个近活 嗯 黑的也不能提 提的话呢 白棋冲先手 挤先手 打吃先手 又近活了 所以白棋现在冲一下 恰到好处 黑棋只能 最强硬手就是 接住 接住 白的打 然后沾上 好 这里呢没有气 虎的话 黑棋可以挑这个 但是这冲倒一下 木树上来说 还是很愉快 啊 将来冲完搬 这个 嗯 木树上白棋小有收获 啊 白棋并没有马上沾这个 冲一下已经便宜了 这个挡住比较着急 黑棋这下后了 这 这地方出来就厉害了 嗯 白棋把中间挡住 好 吃这个 为了吃这块棋 白棋补一手 又再补一手 啊 加上这个飞的话 一共补了好多手 所以这块棋虽然是很大 但是白棋付出的代价也是 也是巨大 没得走这个 补一下 跳 把这个沾上 沾上不只是六木齐啊 还有厚薄 厚薄 甚至跟眼味都有一点关系 沾上之后呢 黑的 中间掉过来 掉一步 进入后半盘 比拼关子的这个局面 二路飞 二路飞是相当大的 怎么看也在八木以上 然后 中间跳 瞄着 黑棋这里 这一带有一些 稍微有一点薄味 刺一下 补一补 白的街上的黑棋就先手便宜了 白棋是靠 白棋要抢先手 黑棋 不管怎么硬 硬这个也冲不断 那么黑棋当然是 先把木树留下 你可以抢到先手 但是我木树先 吃到几木棋再说 把白棋冲下来吃掉 之后呢 白的中间点刺 这地方黑棋如果贴的话 白棋长 这要拐 这要断 黑棋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丝薄味 黑棋 黑棋 稍微 后退一步 靠断 刺 贴 中间的能够尾几目 同时把眼做出来 插 接上 并刺 好 并刺 白棋要求断黑棋 黑棋 并刺本身有一点价值 至少防了充 黑棋如果粘呢 本身是一个单关 接近乎单关 价值非常小 黑棋这时候硬的挺有意思 弯在这儿 弯在这里硬 如果能把这个断点这样消除了的话 弯在这儿比走在这里 它总是有价值 因为白棋一路冲的时候 黑棋本来只能跳 有了这个子就可以挡住了 顶 黑棋团在这儿 一只能换 然后一起挡住 靠一下 冲 正 白棋这个长同样起到了 不让你冲过去的效果 如果随手这么打吃了打 看上去好像封得更完整 但是呢 它长在这的话 这留着一吃 这里是没有断点的 这本身差一木棋 而且这里少了断点的话 黑棋也少一些借用 所以藏在这里好 随手打吃是亏的 好 白棋冲完打吃 之后呢 靠近来 断是没有意义的 断被黑棋贴在这 黑棋中间六木棋做得好好的 靠近来 走着木树 让黑棋去单关连 给它冲 白棋断掉 往那边连的 比这单关连要 比往这连要价值大一些 黑棋连回去 连回去之后 白的挖这个 挖这个 可以说稍微感觉有点奇怪 这地方白棋那是活棋 黑棋破这个眼 黑棋可以破这个眼 但是白棋就做活就可以了 白的是活棋 挖这个的话 期待黑棋打吃这个 然后白棋顺手打掉 这样的话白棋木树活得大 以后再也不需要往里补了 那黑棋打吃这个 白棋接住 这几千手有个断点 黑棋爬一下 这白棋必须挡 这个太大 然后呢 走这个 补这个断点 好 这时候白棋铺 黑的踢 白棋能靠一个 要围这里的木树 黑的当然接住 接住之后产生一个冲 要白棋再谱 这个冲的价值 没有先手粘打 所以一起提 立下 黑棋团杀 这里呢 局部是没有棋的 黑棋这块已经活得很干净 白棋局部没有棋 很顶 接住 在地 接上 好 好 黑棋接上 黑棋接上 之后呢 之后这白棋是这个 搬 搬一个硕 因为这地方白棋铺了这一下 紧了气了 所以产生一些问题 这个 白棋铺这个 它留下了什么呢 它留下了弯这个 黑 要吃黑棋这两个子 留下了这个手段 但是这边紧一气的话 黑棋这一尖顶 这尖顶很厉害 局部 白棋沾上 黑棋冲 我们先不看这块 局部的话 这个是个假眼 被一扑一挤就死了 走这个的话 我一挖打 这顶着一下 白棋局部死掉了 所以这个 虽然我们没有给大家点幕 但是从这部扑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白棋应该是形势不利 木不够 否则的话 阿尔法维棋不会这样扑一下 去留下这么大一个隐患 黑棋搬在这的时候 黑棋尖一个动手 黑棋动手 尖 白棋打车 冲 断 冲断 像这个紧柱器之后 点这个 这里我们把气看成紧柱之后 点这个手段 现在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黑棋器明显比白棋长 局部被点死了 但是黑棋跟这块杀器 就可以了 所以那白棋断 看看这里断有没有起 黑棋一路打车 白棋的斑 斑在这里 黑的如果顶的话 白棋这棋就活了 接在这活了 你这个眼破不掉 白棋打车是先手 再做眼 然后吃黑棋一个接不贵 所以白棋搬在这的时候 黑棋没有顶 而是踢掉 这时候 白棋扑 黑的踢 白棋接上 黑的如果来杀白棋 被白棋一挤 黑的吃这个 白棋打吃 先手接上 这变成一个天下大劫 黑棋这时候是没有必要冒这个险的 在团上 先把自己牢牢的活掉 那么白棋寻求到这个先手 白棋这一串局部的手段也是很精彩的 寻求到这个先手的时候 白棋这个就近活了 但是呢 如果这样补活的话 白棋的 白棋的木数依然不够 白棋的木数依然不够 所以白棋跟黑棋呢 打结 但这个结呢 对于黑棋来说完全是 完全是一个无忧结 白棋这个结真呢 白棋的结真无法改变 他这个 最终这盘棋 木数不够的结果 好 这一局黑棋好不容易 扳回一局 为黑棋争取了一点胜率 好的 那么这盘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